這四十五經 這也是中國的 這全都是中國的 都是中國民學 聯合日本是中國 要討論竊的是什麼 國學概要 國學概要 國學概要裡面是什麼 國學概要就是剛才 剛才告訴他 四十五經 五 文字 國學概要主要應該是 文字迅姑學那些東西 文字迅姑学 セーブ文學 到十三 跟五經 這種 聯合日本 叫做中國文學士圓宜 這本我隨機通用 在南部隨機通用四間的國立高中 其中有三間國立高中 學生都一定要買 必讀必考 中國文學史概要 演義 中國文學士圓宜 這本書 這本書是三本 這本書是中國安徽社科院的教授寫 中國安徽社科院的文學院教授寫 所以我們台灣學生 現在我採訪過隨機抽樣 四間裡面三間 孩子都要投資本 中國社科院的 所以這本禮孫很大 我們的孩子都要投資 所以剛才我跟各位報告 這是課外參考的對不對 不是 學生一定要投資本 科技學校的大課和基課 有什麼要投資本 這裡有幾本了 這裡有十七本了 還有三本 還有六本是科本 所以二十三本 二十三本 現在還要投資本 這本就是國務院 各地組 就是要投資本 這本全部都要投資本 這本都要投資本 投資本 對 這本就是二十四本 二十四本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就是 如果剛才這樣下去算 台灣文學跟中國文學的比例 是九十九比一 九十九比一 我跟各位報告就是 今年大家在看最近的科技 對 對 近年的科技 我們如果用他的作者 作者 因為他的作者裡面有古典文學 有現代文學 對 我們如果用他的作者 這樣台灣跟中國的作者 中國作者跟台灣作者 九十七比三 九十七比三 所以台灣文學 在我們現在的高中 到那裡 我們是浴室中的浴室 這到有報告不知道嗎 到有報告 不知道 但是剛才有 道部長在說 那個大科重心這個問題 我看我來做一個說明 在三年前 那個大科重心的主任 原來是 中央研究院的醫師 羅同比 羅丹拼 因為他超過七十歲 所以他台科重心主任 他下任 他下任的時候 那時候 楊維哲教授 我們很多朋友都知道 台台的數學系 楊維哲教授 楊維哲教授 因為做十幾年 台北聯合委長 大學聯合委長 大家知道 楊維哲教授的拼刑一流 楊維哲對科技 台北科技的專業經驗 沒有人贏過一流 台灣主題是一流 楊維哲那時候 就是要從台台身身退休 然後他要擔出 台科重心的主任 但是那時候 我跟楊維哲 跟李鋒教授 我們有做過的努力 在兩年多前 我們失敗 失敗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台科重心的主任 是由 台學教授聯合委員會 來組成 招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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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立的時候 他是用當事會來組成 當事會是他的財團發言 做的管理機構 這個招聯會 當時有十七個當事 裡面的當事頂 就是台台的校長 彈位教 那時候彈位教 然後他的委員 他的當事十六個 都總是台學校長 我們知道台學校長 九、三、五、一、三 都是拿的 我用我們南蛇的實力 我們南蛇 現在做過 不好意思 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希望 覺得很嚴重的事情 很嚴重 有什麼希望 小孩讀書 大概九十九比一 台灣只降一% 中國的九十九% 很嚴重 中國的九十七% 台灣的降三% 對 這個大靠中心 你們去打招 也招不到 OK 所以你待會再說 台學校 台學校長 五十五% 九十五%是 哪 哪 這很難 民眾這次七年 看起來是沒有病 等一下繼續 好嗎 我進一個講究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天啊 感谢观看